接下来进行的是鱼子100挖泳的决赛 安内斯和伊丽丝都杀入了决赛 伊丽丝被分在第四档 从上面数第四个选手 安内斯游在他的左手边 都是金色有貌 特别讲的一下是安内斯克服了种种困难 三个月来第一次参加比赛 今天上午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 两个小姐妹同时进入了决赛 伊丽丝游在第一位 安内斯游在第二位紧随其后 好久没有看到 他两个姐妹在一个比赛 同一个项目进入竞技 他们两个最好的项目都是挖泳 一定能创出好成绩 到达 达 中文人 达 中文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